港媒爆料那新在港被捕 那应连夜抛售国内4.5亿豪宅 关键证据还是刘德华提供的 当事人火速发文回应 直言自己从未去过香港 那些造谣的人等着我告他们吧 好声音背后真相到底如何 自从蓝台官宣好声音停播后 至今都没有传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此时港媒却突然爆出了一条 震惊了所有人的消息 港媒声称好声音的制片人被捕 很有可能面临30年的牢狱之灾 那应更是因此连夜抛售国内豪宅 之后还爆出 是刘德华公开了那应李文的关键证据 此事一出网友们瞬间炸了锅 迟迟不敢发声的耐心 更是连忙站出来立正清白 直言这次的谣言太离谱了 自己不是灿星的老板 也早已离开梦想强音 而且自己从未在任何节目中 担任过制片人 当记者问到他在港被捕的消息时 那心更是愤怒地表示自己从未去过香港 那些造谣的人等着我告他们吧 好声音正在大力封锁我们这些资讯 请点赞视频支持 让更多人看到 那应两度拒绝参加线下演出活动 低价抛售北京4.5亿豪宅 到底是受舆论影响打算退圈 还是变卖资产准备跑路 罗刹海事事情发生后 那应就鲜少出现在电视节目上 各种线下活动更是一推再推 就连自己的演唱会也不敢参加 对此那应给出的理由是自己身体欠佳 但网友在国外旅游时却意外偶遇了他 照片中的那应脸色不佳 脖子上还挂着一串佛珠 很有可能是身受最近舆论的困扰 出去放松欺负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他在北京居住的潜亭顶级豪宅 突然被人爆出正在以4.5亿的价格出售 引得不少人怀疑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跑路的打算 毕竟如果好声音的黑幕做事 无论是出于背后资本的妹妹身份 还是出于多届好声音的导师身份 他都脱不了干系 那应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 或许只有未雨筹谋早点变卖资产脱身才是上策 对此那应始终没有站出来表态 真想到底如何恐怕还要等时间来研证 那应遭全民抵制后 恐将退出娱乐圈 推迟演唱会变卖上一豪宅 短短一个月就从乐坛天后变成过街老鼠 遭遇全民抵制的那应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那应迟迟不敢发声回应道歉 就连线下活动也多次以身体不适事为由拒绝 其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看出 恐怕也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前段时间汪峰参加音乐节时 就遭全场观众高呼刀狼 被点名要求现场演唱一首罗刹海事 王峰的评论区只有几十万的热度 倘若换成千万评论量的那应 收到的嘲讽估计还要高上百倍 再加上最近好声音负面事情的加持 那应的事也可以说是很难再有翻身的可能 不过几人之所以成到如今这样的地步 也只能说是自己做的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歌手那应叱咤乐坛几十年了 他的成就和影响力绝对不容小事 但在2023年 命运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这个玩笑严重到直接将他拉下神坛 导致其辛辛苦苦多年积攒下来的好口碑 毁于一旦 事件的起因就不用多说了 刀狼创作的那首罗刹海事 被网友们认定为是在暗讽纳英等人 为刀狼数年前受到不公正评判的反歌一计 虽然刀狼本人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但是他的作品《山歌料灾》 却成为了网友们议论的焦点 绝大多数人都发声力挺刀狼 同时也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 而随着事件热度的不断攀升 纳英的人设则是迅速滑落至谷底 他万万没想到是 自己作为内地乐坛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解答 今天居然也能沦落到被人人喊打的地步 对于在娱乐圈里数大根深的纳英来说 这多少显得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事情到这里还没算完 因李文被欺凌一事 随后的中国好声音又被曝光暗含转定飞 借此事件更是将身为导师的乃英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也间接导致好声音的暂时停播 乃英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中节节败退 原定于要参加的上海音乐节 也不得不宣布因身体欠佳的原因而临阵退出 网友们一致认为 在舆论的狂轰乱炸之下 乃英肯定要避避风头 此时在抛头露面 无异于引火上身 演起西谷才是她最好的选择 可网友们的确是小看了我们那节 这个东北姑娘骨子里就透着一骨子绝匠劲 在事件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情况下 那因无惧网友们的抵制 现身综艺乐队的夏天三的录制 而且从她在节目中的表现来看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个人状态也一如既往的好 在场上与各位嘉宾互动频频 脸上洋溢着笑容 显得十分的开心和享受节目带来的欢乐 我们不得不承认 那节真的是有着一颗强大的心脏 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居然都没能将它击讨 心理素质非旁人可比 乐队的夏天是一档原创类音乐综艺 首播于2019年 目前已经到了第三季 本期请到的乐迷团除了那因以外 还有大张伟 张亚东 彭磊 高业 主持人是马东 敢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把那因找来参加节目 从侧面反映出马东和节目组 与那因私下有着良好的关系 否则 没有谁愿意接那因这个烫手的山芋 不过或许节目组采用的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 邀请那因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可以给节目增加一定的热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而那因即便是暂时丢了好生因导师的工作 却依然可以在乐队的夏天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继续实现他的商业价值 这起码起到了双赢的效果 双方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有网友认为 乐队的夏天会因为那因而崩盘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显然是多虑了 不管怎么说 那姐依然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 她的影响力不是说没就能没得 现在她所处的困境都是暂时的 一旦这件事平息下去 她完全可以重新站起来 继续在内于稳固自己一姐的位置 其实如果不是存在于刀狼间的机缘 那应真不至于面临今天这个尴尬的局面 作为华语乐坛顶尖的女歌手 她所创造的个人成就相当耀眼 她的山不转水转 雾里看花 相约酒吧 相见不如怀念等歌曲 早已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经典之作 可惜的是 她的心胸不够豁达 当年如果能够认真听取网友们的建议 对刀狼做一个全面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 而不是以自己手中的权利 对刀狼这样优秀的音乐人打压的话 或许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她的口碑也不会出现两极反转 通俗来讲 娱乐圈也是江湖 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会为维护自身利益 而不择手段 不过也有一些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去伤害别人 也不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比如一只沉稳而又低调的刀狼 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耍旁门左道的人 虽然可能一时得志 但最终会因为圈内人士皆知其行径 而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和资源 甚至会遭受惩戒 如同背离太阳的鹅子 虽然短暂的黑暗能给予他们苟且的温暖 但最终等待他们的只有被灼伤的命运 椅子一转几十万 这是割水水不堪 当初好声音刚举办的时候 确实走出了不少的优秀明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风格也变得越来越诡异 一直到刀狼的罗刹海事发布 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好声音的停播 蓝台也被爆出越来越多的丑闻 用小孩做毒气实验 赵丽颖参加活动差点溺水 张杰参加吹气球活动缺氧晕倒等等 就在事态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武林外传的官方又发表声明称 浙江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 使用了大量的武林外传的版权元素 属于故意侵权 好声音已经播出了十年的时间了 也有网友翻出了他们之前获胜的那些冠军 发现到最后 没有几个出名的 而那些落选的选手 则是有很多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 本以为是镀金的舞台 没想到成了一个资本的舞台 也说明了即使有些人可以操纵一事 但无法操纵一事 没有实力的人就算是得了冠军 那也是扶不起来的阿头 比如第一季的导师刘欢 一开始确实是抱着发现人才的想法 才答应成为导师 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看见真正的音乐传承人 据说当初刘欢参加节目的要求就是 在选择学员时 节目组不得插手 也不得影响他评判一个学员的标准 也正是刘欢的这些要求 才使得第一期的节目获得所有人的好评 但是到后来 刘欢就发现了节目存在的一些问题 直接退出了节目组 不再担任导师 甚至是到了2016年 刘欢直接对好声音提起了诉讼 刘欢提到 这个节目不仅侵权 而且还有不少的作秀成分 并且还开了新闻发布会 当场公布了三件侵权案件 代表著作人提起诉讼 其中两件出自好声音 在后来拍摄节目《枪枪三人行》的时候 刘欢直接在节目中说道 好声音的录制时间经常到凌晨三四点 而且节目中学员的励志故事或者背景 大部分都是假的 第二个揭露黑幕的是陈奕迅 和刘欢不同的是 陈奕迅是听说了这个节目有黑幕 抱着好奇的心态参加的这个节目 当时陈奕迅透露 在现场有一个唱得还不错的女生 但是还没有到让导师们转身的地步 所以也就被淘汰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被淘汰的女学员 后来又出现在了负赛的现场 当时陈奕迅听出来了这个女学员的歌声 所以一直没有按下转身按钮 但是耳机里传来了催促声 按一下按一下 无奈的陈奕迅只好按下转身的按钮 一看 果然是被淘汰的那个学员 这也让人不禁想起那一些惊艳所有观众的选手 比如姚背呢 周深 虽然最后都与冠军无援 但是现在的成就都远远大于那些冠军 一直到了2022年 李文参加好声音 起初心也是挖掘新人 为音乐界灌输新的血液 没想到也是遇到了黑幕 他并没有选择刘欢和陈奕迅那样的阴忍 而是直接在舞台上指出了问题 对于这样的大明星都是如此 那么对于普通人和一些学员 更是不可想象 在资本面前 你什么都不是 上面说的都是乐坛的前辈 就连陈佩斯在之前的一档采访节目中 也说出了一些内幕 要不说干什么都不能得罪说靠罪吃饭的 看着都是在夸奖 组合起来全是对节目的讽刺 因为自从好声音宣布停播后 越来越多当初参加这档节目的选手或家长 也站了出来 诉说自己当初遭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 比如就在前段时间 有一位网友通过社交账号 晒出了自己女儿参加好声音选秀的经历 而这篇帖子曝光后 很快也引起了网友热议 在小歌中 网友表示 自己当初曾陪伴女儿参加过好声音的海选 而尽管当时女儿的成绩十分优秀 可却最终因为拒绝了相关评委的辅导邀请 最终只能止步 总决赛的第八名 网友表示 其实自己最初支持女儿参加综艺节目 纯粹是因为女儿对音乐抱着十分的热爱 可从报名后开始 自己就渐渐感觉到不对了 因为无论是城市海选还是总决赛 大部分的选手晋级并不是依靠个人实力 而是靠着拉票和各种给评委的红包 有些选手明明实力不如其他人 可硬是靠着这种方法闯进了总决赛 为了帮助女儿实现梦想 这位家长前前后后也花了数万元 最终女儿成功拿下了南京区总决赛的前四名 而最终的成绩也仅仅只是如此 因为在即将参加省道赛区的总决赛时 女儿在比赛前几天 却接到了一位评委的邀请 这位评委主动邀请自己的女儿去一家酒店 表示要对她进行单独的辅导 而这条短信被身为父亲的网友看到后 立刻言辞拒绝 尽管对方也没有过多的表示和演技扰 可在比赛环节 女儿不出意外地落选了 也正是从这场综艺结束后 网友的女儿也彻底放弃了音乐梦想 这边帖子曝光后 不少当初曾经参加过海选的网友 也表示感同身受 甚至许多观众也在近期播出的节目中 找出了各种蛛丝马迹 比如有一位选手明明唱完了歌 所有的导师都没有转身 可他却像是预先知道什么一样 迟迟都没有离开 最终还是刘宪华略显束手无措地按下了转身 不止如此 在另一期的节目中 导师潘伟博遭受的待遇更是离谱 一位歌手在舞台上表演 潘伟博明明没有按下转身键 可椅子却自动转了过来 当时连潘伟博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一脸萌的表情 其实本来好声音举办的初衷是很好的 曾经这档节目也为华语乐坛 选拔出了众多优秀的歌手 可当节目组的流量加深 影响力日益广泛时 选秀的宗旨却变了味 好声音的停播不是最终的结果 我们希望的是出现越来越多正能量 且选拔环节宫廷时尚的节目 不要再把观众当成傻子了 不知在座各位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想钱想疯了吧 那应你怎么还不滚出歌坛 那应 这位华语乐坛的天后级歌星 7月 刀狼发布《罗刹》还是开始 就陷入了网友的嘲笑和批评 更因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一些争议表现 让他在网络上成为了重视之地 尽管舆论一直没有停息 那应依然高调参加了另一档综艺节目 乐队的夏天 大展精神风貌 这位曾经听见绝美嗓音 称霸乐坛多年的歌后 真的会因为网友的质疑而备受困扰吗 还是会迎难直上 越挫越勇 直面风浪 继续前行 不得不承认 那应可谓乐坛天后 深受乐迷喜爱 在他的学生指责其不专业后 那应陷入了网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原本安排好的演出和演唱会 也被迫取消 这让外界猜测 对方应可能会低调一段时间 出乎许多人意料 那应不仅没有隐居 反而接连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 他化浓妆 穿艳服 在镜头前大笑 仿佛从未遭遇质疑 在音乐竞技类节目乐队的夏天中 他更是全程保持快乐的心情 与参赛选手频繁互动 这番举止令人侧目 有人认为那应在装作泰然 实则内心脆弱 也有人认为他果真坚强 有足够的心理素质 抵御外界声音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那应这样的选择有利益的考量 在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 名人需要保持曝光率 哪怕负面新闻也是新闻 对那应来说 只要能吸引眼球 就达到了目的 综艺节目提供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节目组之所以大胆启用那应 也是看中他的热度与影响力 可以说 那应此举一方面彰显个人魅力 一方面也顺应了娱乐圈的潮流 当金钱与名声高于一切 他选择直面风浪 继续航行 这既可敬 也可叹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那应个人的抉择 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这种选择也充满了风险 那应的名誉和声望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作为资深艺人 他需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各种关系 事实上 那应曾深受月迷的喜爱 但如今不少粉丝对他已不是死心塌地 若那应继续我行我素 恐怕会失去部分忠实支持者 虽然那应参加综艺能赚取收益 但在同行眼中 这可能是无耻之徒 要知道 在这个圈子里 同行的看法也十分重要 但是 尽管现在他的一手好牌被打了个稀碎 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的娱乐地位还在 从音乐梦想 到红遍全国的顶级女歌手 那应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一生之家 父亲对他要求严格 但他性格反骨 不愿意读医学院继承医生事业 而是毅然离家加入歌舞团 追求音乐梦想 这段经历可见他的勇气和坚持 那应从小就喜欢唱歌 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 为人非常豪爽大方 一次同学丢钢笔 他不惧责难地为同学撑腰 老师对他评价 总是愿意相信别人 事实上 那应初出茅庐时几乎不被看好 曾只能给别人办唱 但他热爱歌唱 在每次演出中都积极抢劲 努力展现自我风格 一次因别人生病而上台的机会 那应穿上小红裙配小靴子 唱出热烈的自我风格 开始引起注意 后又幸运名师 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经过古剑芬老师多年细心调教 那应逐渐磨练出属于自己的演艺风格 他那略带沙哑而具穿透力的嗓音 能将每首歌曲演艺的深情 而负有感染力 代表作《山不转水转》 《红遍大江南北》 女人也由此成名 被公认为内地顶尖歌手之一 首张个人专辑 为你朝思暮想热销 第二张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 更是风靡全国 爆火的同时 那应还非常注重舞台表演地穿着打扮 善于通过造型吸引眼球 后来那应又尝试各种风格 既有性感女王法 也有冷眼冰山法 每次造型转变都吸引众人目光 随后那应接连推出 《征服心酸的浪漫》等畅销专辑 代表作不断涌现 几乎每首都是经典 那应的知名度和人气达到巅峰 成为当之无愧的 红遍全国的顶级歌手 紧接着行程满满的他 便参加了多档选秀节目 担任评委导师 严格要求和独特音乐见解 影响众多年轻歌手 那应三十余载不变的音乐追求 以及在逆境中屡败屡战的精神 成就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他曾多次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 走遍欧美多个国家 亦饱受国际赞誉 比起他的成就 人们更关心的是 他跌宕起伏的八卦感情 见一个爱一个 1988年 那应凭借山不转水转 在歌坛展露头角 他本是一名歌舞团的伴长 通过谷建芬的声乐培训 终于实现了 从群众到明星的乐声 而他的感情生活 却从此开启了波折之路 1992年 那应追求谷建芬的爱徒 杰晓东未果 杰晓东是谷建芬最看好的学生之一 那应多次在舞台上与他合作 两人之间的绯闻一时传播甚广 最终杰晓东选择了另一名女孩 于加恩 两人相恋结婚生子 绯闻宣告结束 这无疑是那应初恋的破灭 随后 那应认识了蔡国庆 但蔡国庆也是谷建芬的弟子 因此在音乐上有着紧密合作 所以那应对蔡国庆一见钟情 主动表白 却被拒绝 在这个奶油小声眼里 对面这个大嗓门的女人 实在是配不上自己 1995年 那应与足球运动员高峰相识相恋 而2000年 高峰与酒吧女老板王纳文 发生婚外恋 据说 高峰对王纳文一见钟情 两人经常在酒吧约会 见生情愫 王纳文甚至还经常出现在体育场 给高峰加油 这使得那应和高峰最终分手 分手时 那应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在2001年 那应为高峰生下一个儿子 那应独自承担起了抚养责任 2004年 高峰被爆出害有私生子 引发家庭矛盾 据说 这个私生子的母亲还曾敲诈高峰 最终DNA检测确认了这个私生子的身份 这也给那应带来了极大的伤痛 2005年 那应带着儿子彻底离开了高峰 作为单身母亲 他努力工作养育孩子 并重新开启了情感寻觅之旅 2006年 他遇见了商人孟童 两人一见钟情 迅速确立了恋人关系 这个新男友 体贴入微 成为了那应情感旅途中新的希望 2008年 两人举办豪华婚礼 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已经相濡以沫14年 关系依旧稳固 而说起那应 就不得不说他前段时间因为售卖豪宅 而登上热搜的事情 那应抛售北京豪宅 背后原因值得玩味 前段时间 那应决定抛售在北京的一套豪宅 这引发外界广泛猜测 这座豪宅位于北京一个高端住宅区 拥有26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和私人花园 市值高达4.5亿元 据报道 这套房产刚刚挂牌出售 要价远远低于当前的市场价格 此举立刻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大家纷纷猜测 著名歌手突然抛售豪宅的原因 其实那应这次抛售豪宅是出于移民的考虑 据一些消息人士透露 那应可能已经在私下联系了移民中介 准备把工作和生活转移到国外 他抛售在北京的房产 可能是出于资产转移的需要 的确 不少音乐 影视界的明星选择到国外发展 这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 如果那应真的在筹划移民 那么抛售北京房产也就理所应当 但是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其实对方此举更多的 则是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 要知道自今年以来 那应与国家体育总局之间 存在一些误会和矛盾 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 有分析认为 那应抛售豪宅 可能是想减少自己的社会曝光度 避免成为众矢之地 当然也有人指出 抛售资产本身也能为那应提供更充裕的资金 帮助他度过当下的难关 一些评论认为 那应如此高调的抛售豪宅 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 能够引起公众关注 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 房地产市场变化太快 那应的举动 可能只是基于投资组合优化的考虑 但那应的所作所为 都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那应抛售豪宅一事背后 是否隐藏着更多内情 外界难以得知 这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件 它不仅让我们更加关注那应本人 也让人深思明星的社会地位 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笔者认为 这件事情发展的每一个细节 都在提醒我们 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 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判断 那应在娱乐圈的表现充满争议 他似乎总是能引发网友激烈的讨论 这一次他无视舆论压力 重返综艺节目 究竟是强大的心态 还是为了利益 他到底在想什么 其表现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欢迎留言 北京时间8月28日 此前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被爆有黑料 选手想要晋级 必须要给节目组赛前 而在昨天 多位好声音选手站出来辟谣 表示从来没有遭遇过黑幕 也从没有给节目组钱过 参加今年好声音的学员莫维帝 发布微博表示 自己是凭借实力赢得导师的转身 自己从来没有送过50万 导演组也没有向他收取其他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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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